男人把面粉涂满整张脸 然后捡起一块石头 狠狠砸在断了两根手指的左手上 直到把手掌砸得吸碎 用血涂抹在眼睛上 最后 他来到老鼠洞前 把断手丢在地上 单手吹揍着魔笛 老鼠们果然被他引了出来 这是他与老鼠签订的血气 他献出身体 老鼠们为他达成心愿 接着他吹揍着魔笛 一瘸一拐地带着老鼠大军穿过黑夜 带他们去吃掉一整个村中的人 他为什么要用如此可怕的方式复仇 故事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老金带着儿子路过一个小村落 这里与世隔绝 没有受到外界战火的波及 村民们看见父子俩 每个人脸上都写满恐惧 这里已经许久没外人来过了 大家如同躲瘟疫一样躲开 而孩子们的身上 有着恐怖的窝口 像是被什么东西吃掉了 只有村长不仅不害怕 还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随后他还给父子俩准备了饭菜 询问他们的来历 这才知道外面的战争其实已经结束了 要带着得了肺结核的儿子去首尔 找一个美国医生治疗 对方还留下了一张写着英文的纸条 父子俩已经长途跋涉许久 想要在村子里借宿两天 村长神色不明 但还是答应了 但他与带威胁地叮嘱老金 不要告诉村民们战争已经结束了 老金不明所以 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晚上 村长要告知村民们收留老金父子的消息 还撒谎说老金的腿是在战争中受伤的 现在外面炮火连天 总不能把人赶出去送死吧 村民们也没有再反对 还庆幸于自己能躲在这个世外桃源 可他们也面临的严重蜀患 村子里老鼠数量是人的上千倍 闹得每天都鸡犬不宁 村民们又催着村长想办法解决 老金年幼的儿子一听 热心地说老金有办法 可以帮他们解决 虽然老金马上捂住了儿子的嘴巴 但已经来不及了 村民们难掩激动 问他真的可以吗 老金本来借宿就有些不好意思 便打算帮个忙作为报答 说自己可以试试 村长的儿子一脸不屑地说你行吗 老金便拿出了自己的笛子 随着他的吹奏 草棚马上响起了稀稀缩缩的动静 是鼠鼠们在不安地跑动和叫我 随着月声的传播 整个村庄的动物都有了反应 原来老金有一根魔笛 能够用笛声操控动物 众人喜出望外 看来这次真的有希望了 村长难掩惊讶 不仅马上同意了 甚至承诺如果老金成功 那么就送给他一头牛作为报酬 要知道在那个遍地饥荒的年代 一头牛不只是食物 更是生产工具非常的珍贵 老金也没假客气地答应了 毕竟他要给儿子治病 花钱的地方多的是 可这并不是一个投桃报李的美好故事 而是一个农夫与蛇的黑色预言 从没见过这么嚣张的鼠叔 猫咪是他们的典型 人类幼崽是他们的大餐 他们凶悍异常完全不怕人 恨不得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 老鼠要捕鼠龙也都没有用 村里的孩子多少都被砍掉了一部分 村民们喂了救救孩子 就养猫用来喂老鼠 这虽然解了一时的急 但也让鼠叔们更加猖獗 但是因为当时政治战乱 村民们也不敢离开偏远的村子 一个偶然到来的药师 老金提出自己可以帮忙 他准备好了两种药粉 一种对老鼠来说是毒药 一种则是美味的诱饵 老金找到一个只进不出的山洞 然后把诱饵药粉撒在村庄的地上 像一张白色的大网 覆盖村庄的每一处 路线的尽头就是那个山洞 接着老金确定好风向 找到一个小山坡 在这里点燃木柴 然后把毒鼠药撒在火焰里 药粉随着烟雾从村子上空撒下 正在等待药物生效的时候 村长一个眼神 是一村子里的巫女动手 他便拿起摇铃开始做法 老金也开始吹响摩笛 在铃声和笛声中 一只又一只老鼠从洞里钻了出来 在毒药的驱赶和药粉的引诱下 顺着药粉路线一路狂奔 密密麻麻的老鼠大军几乎覆盖了地面 猫咪吓得炸牢 以为自己要被自助参与 老金也是吓得目瞪狗呆 最后老鼠都被引进了山洞 老金父子俩抓住时机 用巨石把洞口封上 鼠鼠们就这样被一网打尽 困扰村民十年的鼠患 被老金解决了 村民们对他家道欢迎 俨然将他当成了英雄 村里的巫女也对他方心暗许 但村长却一点也不感激老金 眼看老金的声望 大掌要超过自己 他只觉得地位受到了威胁 更重要的是 巫女的支持是坐稳村子位置的关键 要是他转而支持老金 村长就没得完了 于是当晚他找到巫女 让他与老金保持距离 否则上一任巫女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原来 这个村庄之所以备受鼠患折磨 就是中了前任巫女的诅咒 多年前 在村长的带头下 村民们把麻风病人驱逐到了荒山 让他们自生自灭 当时的女巫于心不忍 在他的帮助下 麻风病人们在这里开辟了新的家园 直到十年前战争爆发 村民们为了躲避战乱四处奔逃 才发现了这个世外桃源 想求他们收留 麻风病人们当然不愿意 当初的仇他们可没忘 村长眼看要被拒之门乱 偷偷掐哭了一个婴儿 表示他们虽然做错了事 但孩子是无辜的呀 孩子的哭声让麻风村的人 想起了自己的孩子 不忍心看孩子死在战乱饥荒中 最终还是收留了村民们 村长顺利进了村 在站稳脚跟后迅速反咬 把麻风村的人全部关进山洞 放老鼠进去把他们啃食干净 他还打上了巫女的主意 想让他投靠村民一方的阵营 但正义的巫女不愿意 与他们同流合污 即使被折磨得掩掩一息也不松口 最终他在临死前 对这群恶魔下了诅咒 从那以后 村子里的鼠患就开始出现 让村民们无法安然生息 谁料老金这个意外来客 竟然一举解决了鼠患 村长以为自己威胁巫女会有用处 没想到反而让巫女坚定了逃跑的念头 他深更半夜找到老金 请求他带自己去首尔 老金没多想 爽快地答应下来 自己到时候还有一大笔酬劳 带上巫女也不爱使 但单纯的老金不知道 村长根本没打算把钱给他 他偷偷残杀了一只猫 做出是老鼠啃食的假象 以此怀疑老金没有把鼠换根除 而且在老金除鼠的时候 村长故意让巫女做法 那么即使除鼠成功 也不一定是老金的功劳 这种程度的无耻对于老金来说超纲了 在和他开玩笑 于是试探性地朝桌上的酬劳伸出了手 男人正打算拿工钱 一把刀突然砍下他两根手指 他还在震惊 动手的人迅速抓起断纸丢了出去 在老金痛苦的惨叫声中 村长把他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在地上 拿着他布置除鼠药粉用的草图 以及美国医生给他的纸条 说他其实是外国佬的奸细 所谓的用烟雾除鼠 其实是在给外国人传信号 那张纸条上的英文就是证据 村长举着纸条逼问老金 上面写的到底是什么 老金也傻了 他是真不知道 接下来村长又扔下重磅炸弹 说老金想要和村里的巫女私奔 这下村民彻底炸了 原本对老金感恩戴德 现在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一边骂他是个骗子 一边对他拳打脚踢 毕竟是真的心疼那一大笔钱 而姗姗来迟的巫女看见这一幕 为了自保 竟然只认识老金匡骗勾引了他 老金心如死灰 但更让他绝望的是 村长还把美国医生的纸条撕碎了 老金一直以为那是医院的地址 是只好儿子费病的最后希望 老金绝望地看着地上的纸线 又被一棒打倒 讽刺的是 这张老金当作儿子救命稻草的纸条 只是美国医生对他的一句辱骂 吃屎把你亚洲猴子 突然巫女去而复返 他换上了巫女的礼服 腹部被一柄长刀贯穿 他用生命让前任巫女附身 如同中邪一样说出了那个诅咒 随后当场暴毙 在最后时刻 他心中的善与爱还是战胜了懦弱 选择用生命为代价惩罚村民 之后 老金父子被村民们赶走 此时的老金还没有放弃希望 他带着儿子继续往首尔的方向走 但还是因为失血过多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儿子因为吃了被村长投毒的饭团 已经毒发身亡了 老金痛不欲生 儿子的死带走了他最后一点人心 无边的恨意驱使着他复仇 让整个村子为儿子陪葬 老金把儿子埋在柴堆里 轻柔地抚摸他的小脚道别 随后点燃柴堆 迷药随着烟雾飘进村庄 接着他打开关着老鼠的洞口 用血肉与老鼠定下血气 用笛声带领鼠群朝村庄进发 吸入了迷药的村民们没有还手之力 只能眼看着自己被老鼠啃食殆尽 整个村庄被老鼠淹没 没有任何人得以幸免 等村长发现之时已经太迟 时到临头的关头 他来到屋子里的密室 里面竟然藏着一套日本军装 原来他其实是日本人 隐藏身份躲在这里 就是想当土皇帝 村长为了躲避鼠群爬上了鞦韆 而老鼠们也穷追不舍 鞦韆绳子不堪重负 村长摔了下来 最后还是躲不过被吃掉的命运 恐怖的一晚过去 全村的大人们一夜间全部消失 只有孩子们安然无恙 这也印证了巫女的诅咒 孩子们到底会活着还是死呢 老金打扮成小丑的样子 吹着笛声引诱孩子们走上山 走进那个关过麻风病人 也关过老鼠的山洞 随着老金把洞口封死 诅咒中的疑问也有了答案